一间颇具西北特色的黄土小院里,两个青年人正在围着施工台打转,坐在旁边土炕上的老者,正在坐着技术指导,没错,他就是青海省一带最为神秘的枪贩,老杨皮。 此时此刻,他们正在为了是否和莫嘎洪伪装的买主交易而犹豫不决。 咱们言解一概,最后的结果是交易,以防万一。 他们做了两手准备,老杨皮的儿媳迎春和莫嘎洪当面交易,老杨皮的儿子大胡子在远处观望,但凡有风吹草动,一不做二不休,杀人越货。 画面一转,荒郊野外,迎春带着刚刚调试好的手枪来和莫嘎洪交易,迎春夸夸其谈,说自己的枪怎么怎么好,言爸还猜了一遍。 莫嘎洪犯难了,他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买枪抓到背后的始作俑者老杨皮,但是当下一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他眼睛一转,缓缓地说道, 我好不容易来一次,我多买几只吧,价钱不是问题,迎春见状也不含糊,三只,顶多三只。 三天后,同样的时间,同样的地点,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。 莫嘎洪点点头,言爸转身离去。 三天后,按照约定的时间,莫嘎洪驾车前往上次的交货地点,只是还没到地方,就收到了大胡子发来的传呼。 怎么回事啊? 看一下啊。 因故不能如期送货,见谅,望尽后通知大胡子。 老杨皮啊,老杨皮,真他妈的狡猾到家了。 当天晚上,莫嘎洪的传呼又响了。 人队,大胡子的留言,让明天上午11点到长途汽车站等他,再租现金。 今晚就不空,就是抓不住老杨皮,也要抓得到早人。 次日,长途汽车站,队长人青多杰抽调了20多名便衣侦察员,对长途汽车站进行了严密捕控,就等枪犯大胡子露面。 然而,他们从早晨6时一直等到了下午1时,7个小时过去了,仍然不见大胡子的踪影。 他太狡猾了,他换了一身衣服,将自己伪装成了藏民。 专案组成员再一次无功而返,值得庆幸的是,大胡子还未起义,还有交易的可能性。 又是一个几天后,大胡子再次来电。 大胡子还未起义,如何稍微因此几天。